政府多次派人和村民商讨赔偿方案 但是村民就坚持多少钱给他们都不遵不拆 他们今天再发起行动 要达诉求 除了村民之外 还有市民专门入对石江声援他们 你出门说一下 支持村民不遵不拆这个信念的 是对这条村的感情 23岁的阿棠 从出生到现在都是住在菜园村 这里每一条小路 每一个村民 他都鸟鱼子掌 一间市多 这里的食物 再住的是他23年的回忆 我觉得就算政府出多少钱都好 他都买不到我对这条村家的感情 因为感情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 开芝博有点绝望 其实开中期的时候 因为觉得好像又没什么人帮忙 好像写音拆了又不知道怎么算 如果譬如你最后一日 即到那个日期 政府会用尽手的手段 第一会是什么就是咳水咳电 但是我们都想过了 我们有柴有盛的 不怕你咳电咳成的 那你水我们有井 个个家都有井 也不怕了 那接着就是一个持久战 我们不要赔偿 我们是要蔡元村 不要赔偿要蔡元村 这次的活动除了有蔡元村的村民参与之外 也有不少人由市区进来这里 他们都说现在收地的问题 已经不单只是蔡元村的事 而是演变成为一个香港社会的问题 无论是这里的村民 还是来这里声援的市民 都希望政府可以再研究高铁的路线 在维护实际利益和村民的感情 以及如何保留香港少数农地之间 做一个平衡 亚洲电视记者李卓文报道